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一连串的邱家兄弟满香水茶呢 我们走到了丝目鱼肚了 这次会带大家用丝目鱼肚 丝目鱼高汤跟丝目鱼浆 还有我们锅物预购的阿中丸子 一起来煮一碗很澎湃的丝目鱼肚粥 这个丝目鱼高汤呢 它是用鱼背肉跟鱼头下去熬制而成的 在合作社里面全食物利用这一环呢 其实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 那这里看到圆衰它全株都可以食用 尤其是根部 植物呢你记得根部跟种子 其实都是营养生命力最多最丰盛的地方 千万不要浪费掉 那这里我会先放一点姜片 还有菇类来拌炒 天气渐渐凉了 所以我就开始料理当中会使用姜片 夏天呢用蒜头 那天气凉了我就用姜片 然后炒出香气之后再把米倒下去 我这个做法有点类似像我在煮炖饭啊 米倒下去让它跟我里面的料去混合 然后去吸饱汤汁之后 我再把龙缩丝目鱼高汤倒下去 其实我们人类为了求食物生产的素成跟产量呢 在过程当中都有很多添加 那邱家兄弟 他的生态养殖呢 排除了这些添加 让食物生产回复原有的样貌 所以我才带大家做一连串邱家兄弟的水产 刚刚看到我把圆衰的根部呢 切下来放下去跟粥一起炖煮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这样的小东西给丢掉 其实都很可惜 因为它根部是有药性有营养的 然后在这里我加了盐渠跟白胡椒做调味 就这样而已 那使用湿木鱼浆呢 我把它捏一捏做出浮水鱼跟丸子的样子 然后跟我们锅物预购的阿中丸子一起下去煮 湿木鱼浆也是全食物利用的一碗 同样也是用湿木鱼背肉跟它的猪背脂下去制作 然后它的风味其实跟湿木鱼碗很相像 所以这一锅粥呢都是海鲜类 那如果你有冷冻白虾你也是一样都可以都可以放下去 然后湿木鱼渡最后再放 记得你把鱼油的那一面炒一下 因为这个鱼油是精华 你把它放在锅里面煮的时候呢 你的锅子里面就会充满了湿木鱼渡它的香气 其实煮粥不难 但是通常我煮粥呢 我很习惯把它从白米开始煮 我比较少把它分开 因为我觉得吃起来还是不一样 如果你喜欢吃比较稀的粥呢 除了湿木鱼高汤你还要再加水 然后我再把一些绿色蔬菜一些叶菜类 趁这个时候再把它放下去 然后盖上锅盖稍微再焖煮一下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一锅粥里面带给大家的也是全食物利用的概念 从湿木鱼高汤 湿木鱼肚 湿木鱼浆 全部都融合在这一碗粥里面 通常我会在乘起来要吃的时候呢 加一些紫苏籽油 苦茶油 或者你要淋一点麻油都是可以的 全食物利用的概念在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舍里是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气候的关系还有地球环境的变化 所以我们食物食材的取得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希望社员们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全食物利用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